今天要讲的是 一切事究竟坚固 这个是愣言大定的意思 我们如果能够一切事情都能够究竟坚固 那我们很快就会成就佛道 如果我们能够安住在我们这一面心性 一切都会圆满都会坚固 究竟就是圆满就是成佛 坚固就是不动摇不可以被破坏 你有没有看到有的时候人家比赛 有的人他练得很好 可是一上场就怎么样 就失常了 因为他害怕他紧张 他受到环境的影响 所以他没有办法坚固 那他没有定力 我们今天会透过这个 愣言咒前面的这个祭颂 来学习怎么样做一个有定力的人 这一辈子我们才会成功 成功的往生 成功我们的道业 那我们一起合展 把这个黑色的字 把它念一遍 广灾总持不动尊 手愣言王氏稀有 教我一劫颠倒想 不立身其破法身 愿今德国城堡王 环渡如是横杀众 将此身心奉尘叉 适者迎为报国恩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道心 这在告诉我们的是 阿南他听了佛陀讲 在愣言经三卷半以后 他开悟以后 所说的法愿文 他就先赞叹佛 他说 妙瞻总持不动尊 手愣言王氏稀有 赞叹佛 跟我们一样的心性 我们跟佛都本具佛性 这个佛性 在愣言经就叫做 妙瞻就是极空 总持就是极假 不动尊就是集中 我们这一念心性 跟佛一样 他是极空 就是没有任何的执着 他是不变 但是总持又可以随缘 那不变随缘 随缘不变 你一个人能够活在空性当中 不执着外境 不受外境影响 但是你又能够总持又能够把一切事情都做得很好 戒假修真 做一个真正的在世界上的菩萨 你又可以不变 又可以随缘 当你有这样的平衡的时候 就是中 我们的佛性 本来就是极空 极假 极中 他是赞叹我们这句 跟佛一样的心 首愣言王是稀有 首愣言王 就是大定的意思 世界上没有比这个定还来得更大 所有定当中的王 就是一切事究竟坚固 没有一件事情不坚固的 你有没有觉得你有时候修行 你每一天有时候很情绪化 情绪好就修得好 情绪不好就修得不好 你的情绪是每天在起伏的 那你有没有定 没有定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究竟 没有坚固 你没有活在哪里 你要活在你极空 极假 极中 这现前的一念信性 这是你本来的样子 自信的本定 这个是非常稀有难得的事情 你这一辈子能够学到这个愣言王三昧的法 这个是何等的难逢难遭 我们这一辈子能够遇到佛法 能够学习这样子的大定 所以要珍惜这样不可思议的姻缘 消我一劫颠倒想 不利生其破法身 阿南他在说 感谢佛陀 让我消除我一劫 这个不是时间 就是我五十劫来的无名烦恼 我五十劫以来都活在颠倒妄想中 我们叫做迷真任妄 颠倒就是迷 你竟然不知道你有这个极空极假极中的佛性 你认为一个小小的自我意识 这个妄心是你 所以你才活着实在在轮回当中 我们都是用旺心在生活 所以不断的轮回 这是一件多悲惨的一事情 所以阿南好不容易责得了出国 断了贱祸 他才讲得出这种话 这个枭可能你没有看过 这个是金字旁的枭 这个不是三点水那个枭 因为这个无始的无名是最难断除的 但是只要你安住在你的心 当下你就可以断除你这个颠倒想 佛经上就说 我们就好像一个本来就是转轮圣王 同领四大洲的转轮圣王 但是有一天这个转轮圣王 他下午睡觉的时候 他就做梦 梦到自己是一只蚂蚁 他就觉得哇 我是蚂蚁 好恐怖哦 我要吃人家剩下来的东西 我很悲贱 我很小 我看到人我就怕 他那个梦里头 他就觉得他是个蚂蚁 后来他醒过来 他才知道原来我是同领四大洲的转轮圣王 我们本来都有佛性 本来都是极空极甲极中的 但是现在变成一个蚂蚁 因为我们认为自己是一个蚂蚁 就是迷争 就是迷争 认亡 把这个把爱当作是我 但是我们本来就是转轮圣王 我们本具佛性 为什么我们每天会情绪化 不能一切事究竟坚固 有一个日本的建树家 他非常的厉害 他就是全国第一名 他每一次比赛 每一次都能够击中人家的要害 而都会赢 人家就问他说 你到底是有什么秘诀 为什么你每次都表现这个 完全就是最好的状态 他只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永远活在当下 我从来不想我在比赛 我也没有想我会赢或是会输 我也没有想对方是谁 当我活在当下的时候 我知道是极空 极甲 极中 我没有妄念 当下我就是不爱的 所以他那时候 他每一次都胜 每一次都赢 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这个定律 这样子我们道业才会成就 所以阿南说 不利生其或法生 我们说成佛要三大阿生其结 这是何等长的时间 但是为什么可以 不需要三大阿生其结 就可以获法生 就是成佛果 为什么 只要你当下一转 转法尼为物 你当下你直下承担 你就具备了你本具的佛性 这个叫做千年暗示 一灯即明 你这个暗示已经暗了一千年了 但是只要一盏灯 它是不是就亮起来了 所以当你活在你的佛性里之后 它就是欲结相悖 你修一天好像人家修一结的时间 因为你每一次的修行都是正念真如的 如果你每一句阿弥陀佛 都是在一切事究竟坚固 安住在你的心性 你是不是每一句佛号的功德都不可思议 你不是这样随便的唱 随便的念 那个功德是差很远的 所以我们要学习 怎么样能够安住在首楞严王的这个心 这个是在讲我们的性德 就是本具佛性 这个本具的性德 再来我们要讲修德 开显心性的人 他就会发广大的菩提心 广大的愿力 他每天是活在愿力当中 不是活在自我意识的 是活在愿力当中的 阿南就发大愿 愿今得果成宝王 还度如是横杀众 一个开显心性的人 他会发起不可思议的大愿 像地藏王菩萨一样 地义不空 士不成佛 阿南这时候发起了大道心 愿今得果成宝王 我要上求佛道 得宝王就是成佛 我自己自立的部分 我要成佛 度他下化的部分 我要利益众生 我一定要帮助众生 离开轮回的痛苦 我不忍众生苦 不忍胜教衰 我们要为我们的佛法 不断的努力奉献我们的生命 就像这个楞年经 他是怎么样来到中国的 有一个印度的僧人 波拉蜜蒂 在唐朝就是武则天的年代 那时候中国还没有楞年经 因为印度把它当作国宝 不可以出国 但是这个波拉蜜蒂尊者 他想要让中国能够听到 这个不可思议的经 他就很想要把这个 把这个国宝给他偷出来 让中国能够得到 他第一次坐船的时候 被海关抓到 海关抓到呢 就把他捡回去了 他又不放弃 第二次他就想 我就背起来 然后去中国 讲给他们听 可是因为这个坐船的时候 太艰艰难了 他自己身体就不好 把这个金忘了 我气不得了 我只好又回去 可是他还是不放弃 道心很坚固 第三次 他就想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办法 他道心坚固 他发了大怨 他就把他手臂割开来 他就把这个楞眼睛整部 用这个白布 写得很小很小很细的纸 卷起来 放在他的这个手臂里头 把他缝起来 假装没事 他就这样出关 好不容易到了中国 他们打开了这个 打开了手臂以后呢 把那个拿出来 那已经是血肉模糊 看不见他里头在写什么 那突然旁边呢 有一个女的 她本来是哑巴 突然会说话 她就说 只要用牛奶清洗 她就会看得到字了 她就不可思议 真的用牛奶去洗 噢 这个字就跑出来了 我们中国那时候 西元705年才有楞眼睛 你才听得到这一部楞眼睛 你看人家发的那个是什么心 才会有现在的法 他就要来说 将此身心奉承叉 事者名为报佛恩 他是多大的道心 我要把我的身心 就是我这个极空极甲极重的这个心性 他是一个很深很深的菩提心 这个道心愿力 因为呢 我要厌生死苦 乐全涅槃 轮回实在是太苦了 我们不可以再呆了 你一定要在法上面努力 不然你会继续去轮回的 如果你不厌生死的苦 我们常常讲 净土法门 怎么样一个人会死心踏地的 为菩提道求生净土 真为生死发菩提心 你怎么发的出这样的心 因为你真的很怕什么 轮回 你不要自己轮回 也不要所有的众生轮回 你必须要厌生死苦 真正的发起大道心 乐求涅槃 就是我要成佛 我要厌离轮回 我要成就佛道 这是真实的道心 这样子你才会就近坚固 你才是个坚固的人 你的道心坚固 你这一辈子的修炼 才会真正的成就 我们说 往生净土 临终要不怕死的 你怕死 你会就近坚固吗 你这个怕死的人 你比赛的时候都怕 临终的更怕 那个恐慌 那个所有的身心的痛苦 不是你可以想象的 你必须现在就学习这个定力 灵终在定之心 即是净土受生之心 你要在定中 就是你往生的时候 这个定力是非常的重要 是我们要学习的 定在我们的真心 这样才是真正的报答佛 你有没有想过佛对你的恩德有多少 佛对我们的大恩大德 佛非水洗众生罪 亦非手拔有勤苦 非将己得余余余 唯未说法令解脱 佛他很想要帮我们 可是他没有办法水洗我们的罪 他也没有办法用手 就把我们出轮回 因为我们自己不修 他有什么办法 非将己得余余 他也不会说 我的果德 我的功德 送给你 他也没有办法做到 唯未说法令解脱 他只能讲给你听 求你修 他只能这样做 这样的恩德 你要好好修 来报答佛陀的恩德 今天我们是新年 希望在新的一年当中 大家能够真正的把道心提起来 不要再活在自己的颠倒妄想 自我意识当中 好好的修行正果 这辈子往生是有把握的 所以祝福大家 一切是究竟坚固 谢谢大家